OK 现在我们讲一下EGS EGS它是一种服务端的模板渲染引擎 它既然是一个服务端的模板渲染引擎 那肯定就是我们做Serval端需要掌握的 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技术同生 不管是你做NordogicS 还是做Java 还是做PHP 还是做其他的一些服务端 什么Pathin等等这些 只要是你做Web网站的Serval 你都会接受到这个 就类似于EGS的这种服务端模板引擎 就每个语言它可能有每个语言的规则 以及每个语言不同的工具 像NordogicS里面呢 EGS的其中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常用的 还有其他的另外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叫什么J的 还有叫什么Art Template等等这些 大家可以就是从网上去查就好了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子来介绍 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 好它距离是什么呢 如果没学过的同学可能会比较疑惑 这个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的15分钟 我就不能跟你讲明白 很简单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变量怎么去输出 就是我们通过代码的一些变量 然后让它输出在阴面上 然后呢是判断和循环 就是这个模板嘛 在服务端编译的 我们得让它动起来 对吧 不能说是静态的 像HTML一样 静态的不能动 这样不行 另外一个呢 就是引用组件 我们这个既然是一个模板 对吧 模板它就是一个视图层的东西 视图层它里面 比如说页面A和页面B和页面C 这三个页面之间肯定是有一些相同的一些部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抽离为组件 这一点其实像VU与Rialto 它们也是借鉴了这个思路 好 我们通过这三个的演示呢 基本上就能把这个X这个工具 能给它讲明白 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看代码演示就好 OK 那我们还是之前的代码 我在演示这个代码之前呢 我突然发现我们上一节代码 没有提交 然后我就提交了一下 我们这个提交呢 就是geti的什么 然后get commit get commit的时候呢 这个信息我们要写个filter filter就说明是 我们要新增加一个什么功能 我们增加的功能就是路由的演示 我把它已经提交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没法再提交了 这就迟调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交一下 然后玩之后呢 可以get post orange master 就把它提交到上去就行了 大家看我这个blog中已经有了这个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提交的内容 好提交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上一小节增加的这个路由的一些示例 好 那我们再回头来继续看我们的这个EGS模板引擎 第一个呢 我们要演示什么是变量 然后其实这个变量的这个演示呢 已经在它的示例中已经给出来了 比如说它这个根路由里面它有一个渲染 它返回的是一个页面 像Json这个返回的直接是个Json的物串 包括这个我们加的这个profile 这个也是返回的一个Json 然后我们起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软第一位起起来 远起来之后呢 我们刷新 大家看刷新完之后 它其实返回的 放大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络 我们刷新一下 它其实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段 HTML字物串对吧 只不过呢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这个HT里面 它是有一个叫helloCore2 这个地方也有个helloCore2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EGS中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tital 你看这两个地方都是tital 标题也是tital 这个tital就是个变量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标题也是个helloCore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把这个helloCore2 和这个tital能对应起来 那这个helloCore2从哪来的呢 它是从这个路由里面传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路由里面 通过这种方式 就ctx.render index就是这个文件的名字 然后它怎么能找到这个index.egs呢 包括这个view下面的 这个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呢 是因为我们在app.gs中已经注册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注册 我们的egs的模板在这个目录下 所以说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路由里面 只需要写个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面 把它所有的变量给它传过去 然后title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监管号 百分号 然后等号 后面呢 包括这个是个结尾 就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把这个变量的名字给它写进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title 我们可以再加个message 比如说叫你好 好 message加好了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保存 这样的话 它就是把这个message的变量 传给这个dgs模板 那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比如说我们 很简单 我们就 借用之前的方式就好了 监管号 然后百分号 百分号 监管号 然后这里面 等号 等号里面 我们原则上 要加一个空格 就是为了这个 让那个代表更好看一些 你不加空格 其实也无所谓 你这么写也无所谓 但是为了 代表美观 我们还是要加个空格 然后保存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按理说 它在下面就有了这个message message的内容呢 就是你好 好 我们就直接刷新看一下 OK 大家看 这个地方就有了这个你好 好 这就是输出一个变量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有个message 我们又加了第三个变量 比如叫个name 好 这个的话 我们加了个name 但是我们这个路由中 没有给它传name 这个变量 OK 这样的话 保存 好 再刷新 又会报错 这个error 这个报错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 之前说的这个 app.gs里面的这个 rrorhandler 这里面 它处理的 它接受到后面有错误 它就会在前端 给你报一个错 就说明后面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里面 报了什么错 OK 它指向这个地方 对吧 你看 说什么呢 说这个name is not defined的 就是说 我这个模板里面 有这个name 这个变量 但是呢 你没给我传 所以说我这就报错 对gs这个原来书 看起来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gs里面 如果你随便写个变量 它是不会报错的 除非是你用 那个严格模式 或者说 用yes link的一个检查 它才会给你报警告 但这个地方 它就比较严格 就是 我写什么变量 你必须给我传送变量 如果想要 不报错的话 该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加一个locals locals.name 我们再保存 稍息 OK 大家看 别看圆满 这个地方 就成了pb标签 空的了 它也没有报错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name 我们虽然没有传 但是我们前面加了一个locals.name 前面加了一个这个之后 它就不会报错了 如果你没有传 它就会返回一个空 就完了 这样的话是比较友好 所以说我们在写egs模板的时候 如果不确定哪个变量 是不是一定后端传过来 我们就写一个locals 这样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变量 好 那我们再写一个判断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传一个 asme asme就是说这个页面是不是我 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接下来 如果做个人主页的时候 会用到 个人主页里面 它右上角有个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 那个地方展示呢 如果是自己的话 asme等于tru的时候 它会显示一个 比如说at我的几条信息 就是我获得了几条信息 如果asme等于false 就是说这个 基本上 判断这个人不是我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 关注或者说取要关注的按钮 就是见到自己的 其实你自己有几条信息 这个很正常 对吧 如果你见到别人的个人主页 那你肯定看不到别人的信息吧 然后就显示一个 你关注或者说取要关注这个人 这个很正常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 模拟一下这个逻辑 asme等于tru 然后接下来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一个 简单的一个 f else的逻辑 这个很好写 我们下一个dlb OK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 f else的逻辑 还是一样 比如我们 所有的这个 跟这个变量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考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f 然后变量的名字是什么 asme 好 f isme 然后是括号 括号只写 我写一半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格式粘贴过来 当然这儿没有等号 等号是输出变量的 是用等号 这儿没有等号 因为这儿我输出的是有表达式 这个是一个语句 OK 大家看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判断出来 如果是f isme 然后底下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接着写 alos 如果这个地方完了就完了 就没有alos 这个地方就可以写 asme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显示一个 随便写一个 假数据 这个at 提到我的 块一个三 就是说提到我的有三条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这儿也保存一下 因为这个asme 这个是传的true 它传过来了 传过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写这个locals 如果是你这个地方不确定 它会不会传呢 你可以写一个locals.asme 这样防止包错 但一般这种条件 我们是要求它必须传的 因为不传的话 它没法走完这个逻辑 OK 保存一下 按理说它传一个true的话 这样的话应该显示这条信息 好 稍微看一下 这儿有了对吧 这叫我的三条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接着写alos alos还是一样 就直接拷贝就行了 OK f 然后括号是这个 然后alos 括号是这个 alos就是说 如果不是我的话 怎么样 如果不是我的话 别人的个人主页 对吧 我们就显示一个button 比如说叫关注 好 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asme 改成fonse 模拟一下 稍微 大家看 就是个关注的按钮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模板里面 通过变量去写一个 alos的逻辑 当然你在这儿继续写alos alos也可以 就是只要是符合这个GS的 这个alos的这个 语法都可以这么写 OK 那这样的话 变量和alos就讲完了 还有一个细节 就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注意 它是一个avit avit就说明是个ebo 因为我们这个中间件 完全是assign 这个ebo函数的这种形式 所以说里面可以直接写avit 为什么会是个ebo 大家想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渲染 拿到这个模板 然后拿到模板呢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过程 它是一个读取模板文件的过程 你要读取模板文件 我们知道在model.js里面 所有的iOS的全是ebo来进行的 所以说 这个模板文件在这儿 我们要读取这个模板文件 肯定是一个ebo的过程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前面加一个avit才可以 我们要ebo 把这个模板文件读出来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数据 对它进行一个渲染的 最后是返回 如果不写avit的话 可能会 你没有读取完就返回了 返回的不是这个模板文件的内容 好 那剩下的那个循环和那个组件呢 我们在下一小节再讲 这一小节先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